狮子的天敌出现了 阿根廷巨鹰身长两米 它真的能猎杀狮子吗 广阔的草原上 一群吃饱喝足的狮子 正趴在树下毫无顾忌地睡觉 狮子从不担心自己的处境是否安全 因为它们是草原霸主 最厉害的动物 没有动物敢上门打扰它们午休 不过在六百多万年以前 狮子的小日子倒没有这般舒适 它们得时刻警惕阿根廷巨鹰的偷袭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质疑 老鹰再凶猛 也不可能打得过狮子吧 而且狮子是群居动物 老鹰习惯单打独斗 它怎么敢招惹一群狮子呢 但阿根廷巨鹰却有这个胆子 身为草原上最可怕的历史者之一 阿根廷巨鹰身长可达两米 双翼一斩后可达到七米左右 它的体重最重能有150千克 加上弯钩状的鸟绘 让它看起来像一架小型战斗机 据说 阿根廷巨鹰以吃狮子为生 一天猎杀一头 那它真的是狮子的天敌吗 今天咱们就去看看 600万年以前 阿根廷巨鹰生活在南美洲阿根廷一带 虽然它名里带有一个鹰字 但从理论上来说 它不是鹰科动物 而是鸡鸟科动物 虽然它和老鹰没啥关系 但它比现存体型最大的 阿根廷巨鹰 正因如此 阿根廷巨鹰几乎没有什么天敌 然而万物不可能十全十美 上帝给它开了一扇门 便把窗关上了 阿根廷巨鹰繁殖的速度很慢 大概两年才产一次蛋 每次只生一个两个鸟蛋 阿根廷巨鹰产的蛋 几乎都在一公斤以上 比较难孵化 就算幼鸟成功破壳而出 它也很难存活 阿根廷巨鹰夫妇至少得照顾幼鸟一年多的时间 教会它飞行捕猎 然后幼鸟得花费十多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成熟 幸好它们的寿命够长 和人类有得一拼 不然按照这个速度 如何延续种族将成为一个大麻烦 而且因为阿根廷巨鹰体型过于庞大 而飞行不像其他鸟类如此轻松 它起飞时得依靠大坡度滑跑 或者在悬崖这种高地才能顺利起飞 利用气流来滑翔 至于科学家估算 阿根廷巨鹰飞行的速度可达七十千每小时 它是当之无愧的空中霸主 那它真的能猎杀狮子吗 不得不说 虽然阿根廷巨鹰吃肉 但它的河骨其实并不强壮 加上弯钩一般的鸟汇 无法对猎物进行撕咬 它们更多是将猎物一整块吞下 而成年狮子体长可达三米 雄性体重可达二百二十千克 雌性体重又为二百千克 无论怎么样看 能单杀野牛 欺负脚马的狮子都不容小觑 所以按照常理来说 只要阿根廷巨鹰不傻 它都不会主动挑衅狮子 要说它的受力对象是未成年幼狮 还有几分胜算 对上成年狮子估计有点悬 当然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巨鹰是阿根廷特有的猛琴 而狮子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等地 而且狮子约在十二点四万年前出现 而阿根廷巨鹰在六百多万年以前就已经灭绝了 只有化石能证明 它曾经是地球的空中霸主 那为什么会出现阿根廷巨鹰猎杀狮子的传闻呢 我猜 这可能是有人杜撰出的故事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小伙伴好奇 阿根廷巨鹰为啥灭绝了 对于专家推测 它可能是无法适应骤变的大自然 只能顺应物定天则 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一步一步走向消亡 这不禁让人感慨 蚊子这种一捏就死的动物 在地球繁衍生息的数万年 而阿根廷巨鹰这样的巨无霸 却熬不过地球骤变的气候 看来能狗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对此大家觉得呢 欢迎一起来唠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